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我们开始来讲 前面 前面的第一个名词 都是这个因言而起 所以叫做言起 不论你现在遇到什么事 什么境界 或者说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遭遇 或者现在所处在的这个状况 对这个都叫做 因言而起 叫做言起 那各位 但是 但是这个境界 我们一般人都会被这个境界所打败 我们都会迷失在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不好 我们会逃避 这个境界很好呢 我们啊对不对 会贪恋这个境界 那个都是迷 各位 顺境会让你迷失 逆境也会让你什么 迷失 所以顺逆都会让你迷 那你说既不顺也不逆 那你愚痴 你都不敢了 不敢 所以你愚痴 所以才有苦受 乐受 不苦不乐受 三受 就是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你内心自然的反应 不论你现在什么反应 都是你被境界影响了 你就被这个境界所影响的 那我们现在苦苦在哪里 我们现在苦苦在说 对我们遇到这个因缘 对 然后我们就被境界所转了 所以我们凡夫是随眼就变 你若是凡夫就这样改 随眼就变 你说你心本来很平静 有没有 一到不如意 心马上什么 不平静 凡夫就是这样子 随眼对则变 就马上变了 我被这个境界影响了 各位你注意看 几乎都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能够不被这个境界所转 就像能言经所讲的 对不对 若能转境即同什么 如来 也就是说 我不会被这个境转 对 那你就像跟佛一样 即同如来 那各位 那你现在注意看 对 既然 各位 所以既然是这个 这个的 的因缘 如果你能够明白 他的空理 就是他的空体 他的性体 你才能够不执着 不然你是会执着的 你是会被他不断不断的影响的 不断不断会被影响的 那所以本身来讲 一般 一般你只要能够 知道延起信空 假设你能够悟到这里 事实上有没有 你就算入道了 过你就算入道了 但是你还不能够展现出来 各位 你还不能够展现 展现出来 诸位 有没有说 有没有说 这类 开悟的人不会讲法 会不会 有 会哦 各位 那个就是他不知道什么 怎么去展现 他不知道怎么去展现 他可能悟到那个道理 但是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去展现 所以 所以各位 所以从这个体当中 各位 他虽然 他虽然是空体 但是他随时会遇到新的什么 境界 新的因缘 对 所以他必然又会在什么 在延起 那各位那一样的道理 你说 我领悟到了 各位 不是领悟到了 你就停在那个领悟到 不是这个样子 各位 你领悟到了 对不对 但是 接下来 对不对 还有不断的因缘 那这些的因缘 你如何懂得去善用呢 你如何去善用这个因缘呢 各位 举个例子 比如说当你悟到了 悟到之后 譬如说啦 譬如说你是在家记事啦 你悟到之后 你到底要不要出家 像六祖呢 是悟后才什么 不是啊 才出家的啦 对不对 还是说你悟到之后 就从此就要出来奖金说法了呢 还是你悟到之后呢 就像达摩祖师 有没有 对不对 坐在山洞里面 对不对 这样的 对 透过他禅定的功夫 来督化世人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他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缘 我们都知道达摩祖师 之所以在少林寺那边坐九年 那个时候的因缘就是这个样子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如果那个时候的因缘 有比如说佛教电视台 他会不会去讲 会不会 应该会嘛 对不对 或是有提倡 有没有 但是那时候没有那个因缘嘛 可能 可能他 可能 他中国话也不太会讲 有没有可能 有啊 对 对不对 啊 还有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学佛法的人 根深低谷的观念 有没有 可能都会比较偏向于什么 小层 或是那 对 这些之间上的层面 没有办法明白说 对不对 什么叫做无上菩提 一佛神 各位那是个时空背景 对 这个就叫做延期 对 所以 所以他 他是会这样变 所以各位说你要懂 各位你要懂 各位我来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 各位浅荣 你现在应该要浅长 飞龙 你现在应该什么 要出来 那飞龙之后 为什么还要什么 还要浅荣 各位 这个名词 以政治人物 是不是最明显 政治人物 有没有很明显 本来浅荣 又辉荣 辉荣完之后又什么 又浅荣 说不定 下次又可以辉 辉更高 对不对 本来 本来是小老百姓 后来呢 是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 选不上之后呢 有没有 又浅荣 后来 到时候去当总统 对 当总统之后 后来又 都不用 我们就不用讲了 对 所以 这个因缘就是一直变 但是你要注意一句话 万变不离其中 所以不要害怕任何变化 同理可证 也不要害怕任何的阴言 所以叫做水眼 其实水眼这两句是很轻的 不是像你这样说的 对不对 吃那个水眼素食面 对 都秦太水眼 当你也要水眼 坦白讲 你一般都是一般都是什么 随着无奈 一般都是什么 随着无奈 随着无奈 你寻我寻要 你寻我寻要 久了 还在随着无奈 你觉得说 你对这个语言 根本就什么 你根本就不承认他 你根本也不了解他 然后你内在 才会产生一些 这样的一个概念 各位你真的要懂 对不对 水眼浸愤 水眼消夜 这样就好了 你真的要懂这个概念 那所以各位 所以我们今天最困难的 是在哪里 我们谈水眼 就是智慧 我们谈不变 就是定 你看到了吧 定会 定会 各位定会 定会 所以 所以会是定之用 定呢 是会之体 你看到了吗 对 也就是说你这个 这样会不会用 那各位 那从刚才到现在 我们 从一个谈两个 从两个谈三个 我们谈到体 相 用 对不对 接着现在 刚才同学谈一个问题 中 道 有没有 好 我们还是谈三个 好 现在要谈三个 现在要谈三个 你不要 你不要 抓乱你 我们刚才讲三个是体 相 用 对不对 我现在讲这三个呢 就是三观 但是三观 是不是三个 一个 叫做一心 什么 三观 这有一个名词 这是天台中的教义 一心三观 一心三观 那各位 那这三观 你首先要了解 他的定义 我们再来讲他 各位 什么叫做空观 这个你要抄得起来 什么叫空观 破一切法 破 破一切法 叫做空观 各位 什么叫假观 立一切法 立 建立一切法 那什么叫做中观 统一切法 就叫做统合一切法 定义 下了你就操吧 各位有意思就是说 你看这个世界 对 都是希望不死的 必进空几 这叫做破 这叫做破除什么 对 破除一切法 也就是说 对 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 你 你可以拿 对 去见到 他的本体 这是空 各位我们要叫一个人 不执着 你首先呢 要破 各位你要破 他的执着 诸位 所谓破他的执着 就是一切都要破 这样你了解吗 好 各位 一切都要破 就是油也要破 对不对 无也要破 就是都要破 这个叫做空 对 但是他不是故意要破 而是真相 本来就什么 就必进空 这是真相 各位 所以这个 这个空是很有什么 很有杀伤力的 对 因为你没有悟到空 菩萨要悟到平等空会 不然他的智慧就什么 就生不起来 他必然是执着的 那各位 就像早上讲那句话的 认真做不执着 我最后那个不执着就是什么 就是破 有没有 认真做就是什么 就是立 假官 各位 假官 假官就是立一切法 所以一切都是假明 大家了解吗 一切都是假明 我说你很成功 也是假明 我叫你认真做 也是什么 也是假明 但是要建立这一切法 但是要建立这一切法 那各位 那 那中官呢 你破不立也不对 你立不破 也不对 所以 所以 所以一切法 你不可以说它是什么状态 你了解吗 你说它是什么状态 对不对 就是偏差 你说它是什么状态 那就是不圆容 啊 所以呢 有没有 中的意思 就是我们所讲的 延起信空 信空延起 啊 就是 它是整体的 啊 这个就叫做中官 那你今天要大策大悟 你就是要达到什么 对 你就是要明白中官 你才能够大策大悟 各位 如果你只知道空 你证悟 你可能证悟俄罗汉 对 但是 但是你知道有 你会勤度众生 你还是有众生什么 对 可以度 但是你误道中 对 要度谢众生 时无众生 可度 你才能够通透 所以这三个名词 是个很重要的概念 各位你去查佛学字典 这三观不是这样解释的 这三观 这样 这三观 这三观也不是我解释的 是禅师什么 解释的 好 我跟各位暗示一下 就是说 那有受人 他所讲的 跟那个 跟那个 佛学字典 讲的 不太 什么 佛学字典 你看到没啥啥 我打算跟你讲 你看到没啥啥 我跟你讲 这几个概念 就很清楚 破一切法 立一切法 统合一切法 讲完了 好 那各位 世界 灰世界 你要这样观察 你观察成就了 那就是空观 你要这样观察 世界 灰世界 你要这样观察 好 虽然非世界 又假明世界 你要这样观察 这要假观 那世界 非世界 是明世界 整体 那叫做中观 你要这样观察 所以金刚经 真正告诉你的 最后就是要什么 就是要这样 对 就是要 就是要整体 这样的看 你才能够 真正的 看出那些 圆满的道理 究竟 这也叫做 无上 叫了意 各位 你知道一个概念 虽然已经比 过去好了 但是他还是不究竟的 你自己要明白 那个概念 他还是不究竟的 对 你要彻彻底底的 究竟去明白 你说 你说这样 你说这样难不难 你说难很难 相当难 你说简单 我就告诉你 你只要试自本心就好 就是 小几百步 就是在说这而已 所以我一般 比较鼓励一般别人 我常常叫别人 我常常跟他们讲说 你应该好去观无常 我最常劝别人 就是说你要观无常 好观诸行无常 但是在我们脑袋 总是认为说 我 我知道啊 不过我也执着啊 都衰竟这样 我都知道无常啊 小到无常啊 我知道 我就不只 但是各位 各位 各位 既然是 既然是无常 你们怎么到现在 又去到未死 既然是无常 为什么那个鸢恨 至今不能消 你 miahoo 不要说到诸意 我听见 nossa si 她 pushed 想过吗 你呢 股票是常还是无常 消了 对不对 来啦 没有啦 你现在回答我一个问题 既然是无常 那为什么那些问题会存在 那都无常 你都在执着 常的执着 那都无常 是不是 这个代表说 你不要小看无常 很多人都是无常 入手的 在佛那个时代 很多啊 很多地址啊 观无常 七天就开悟 很多人 佛那个时代啊 七天啊 佛给他讲出行无常 只观无常就开悟了 我们现在看着人 翁星才会说无常 四位 你现在看你的心 对 各位 你的心体呢 就像虚空 你现在的心念呢 就像虚空上的流 的这些白云 他就是一直飘 一直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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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把飘过的浮云 又抓回来 折磨一下自己 这个 这个就代表 你的观不够 各位叫你观空 难 叫你观油 比较简单 各位无常就是油 这样对不对 他就是生命 坦白讲 这个简单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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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到最后观察到 生 注意 灭 要不然油 我们一般人是没有这个能耐 各位 他是观生命 有时候都观不起来 各位我详细跟你说 当念头升起的时候 我知道 当这个念头消失的时候 我也知道 你有在掉吗 没有在掉 我们是这个念头升起来了 不知道 这个念头早就跑掉了 其他念头都升起来了 他才察觉到 但他察觉到这个念头 事实上 他那个 之前那个念头已经什么 已经消失了 他不知道 各位 各位 我们在学习 你刚开始只要写一个字就好了 要嘛就关身 要嘛就关什么 关灭 念头升起 我知道 我知道 关这个就好 念头升起 比较好关 那个念头消失了 消失那一刹 我知道 那比较难 所以先学关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哦 那个那里还哪里还得了 各位那生猪一妹谁关得起来 开悟 不然关不起来 那那那各位 这个世界 你看到 他是动态的这样的流转 为什么是这样的流转 因为你的心就是这样流转 你看到了吧 因为你的心是这样的流转 所以这个世界呢 有没有 就是念念如此的流转 诸位 什么是能量 心就是能量 但是能量 为什么会转弯成物质 为什么会转弯成物质 因为你念念相续 从来都没有断过 所以变成一个物质 各位这段你 领悟一下 因为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当你的心念转得很快呢 对不对 那个东西就好像会形成一个东西 它就会产生一个具体的东西 好像一个固定的东西 对 这个是各位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我最喜欢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卡东影片 卡东影片它是一张一张画的 对不对 它是一张一张画的 但是由于它相细不断 它速度很快 有没有 对不对 它就开始演给你什么 演给你看 各位我们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 因为你的心念 对不对 是这种状态 所以这个世界一直在演给你看 所以你看不到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不到那个真相 各位你看不到那个真相 所以诸位 所以你说 各位我们谈到 我们谈到修行的法门 事实上如果你把修行的法门 研究的越多法门 这个到底是有意义你 还是有害于你 绝大部分都是有害于你 为什么 为什么绝大部分都是有害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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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我只讲绝大部分呢 不是一定啊 根据很好的人是有助于他 大部分为什么都是有害于他 为什么 讲简单一点 讲一下大家都听话 为什么那些法门你去研究的越多越详细 然后理论越清楚 大部分都是有害于你的 为什么 来 要不要说说看 你说说看 我跟你讲 其实绝大部分会让你越来越没信心 因为你会觉得说 事实上任何法门都什么 都很难 所以我们众生的心态 大概都是怯懦的众生 各位就好像我说跟你讲说官无常 你听得很简单对吧 但是如果详细跟你讲你就会怎么样 哦 你有没有注意到 如果我详细跟你这样讲 你就一个一个跟你讲你就说 哦 我做不到对不对 那平常跟你讲说官无常 你就觉得我好像做得到 你说 对啦 有时候真正要误才懂啊 其实都是在摸索 所以在摸索当中 原则上那个信门就很重要 信节行政 那个信门就要很重要 一念尽信 折身十相 对 但是如果你的信被打败了 那真的是 就困难了 所以诸位 所以有时候 很多事情是不一定 因为每个人根气不一定 因为每个人根气不一定 所以有的人可以好好学 然后才修 有的人不可以这样学 那各位那你想想看 各位佛主都很慈悲 佛跟祖师都很慈悲 我们现在在摸索以前的祖师 有没有摸索过 一定都有 但为什么 我们汉传佛教的 这些中国的祖师 不论他是 对 天台的 显守的 或是禅宗的 不论 甚至是立宗的也好 有时候都会奉献你念佛 有没有 因为他们认为说 这样 这样 如果你根气不够 你就这样修 如果你根气够的话 你透过念佛当中 有没有 你就可以进入状况 我简单说 人家里都摸过了 前人走过的路是最好的什么 解禁 他认为说 那个东西你才比较有办法什么 入手 简单 他认为说 这个方法你比较容易入手 那难道他们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有 但是他的方法 不适合大众 我已经困难 各位 就好像 各位 就好像以前 我在当 悠言的时候 我所推销的东西就是新法 我自己创一套叫做业务新法 我做行李就有新法 但是所有的业务人员都没办法跟我学 为什么 那敢外交你 但是业务 业务有没有公式 有 业务有一套公式 对 从市场调查一直到进门 一直到跟客户怎么接受产品 一直到引起需求 一直到 对不对 Close 有一套很完整的系列 有 但我完全是没有那一套 我就用我的新法 叫做业务新法 我在讲 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 但是 所有的业务人 没人挨起来 最后我才放弃我这样教 我还是按照 按照那个教本 教 很多人反而学得很好 各位 我放弃了那个新法 然后教他们说什么 你们都会学的 各位 我自己感触很深 那各位 一样的道理 主是大德 他教你这个方法 但是并不代表 他是自己什么 这样修 有的是他自己这样修 他教你这样的方法 那所以我告诉你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什么 就是说 你觉得你可以做什么 你喜欢做什么 你就这样修 我告诉你的 这个是最简单的 我不跟你讲说 各位讲那些方法 讲到最后 你不见得有用 我坦白讲没有用 反而是把各位击垮而已 把你的信心击垮 有意义吗 对啊 这个也不是 也不是我的本意 我上课就是要建立你的信心 自己领不领悟 要靠你自己 那所以各位 所以 我讲的 我讲的上一圈 就是告诉你体用 他是什么 一体的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不论你用一个概念 两个概念 三个概念 都是一体的 那法华经里面 所讲的不是三个概念 叫做十个概念 叫做十如是 那就更复杂了 我坦白跟你讲 那就更复杂了 各位这样子 我讲越多 你是越复杂 所以我们 我不想这样讲 那各位 那谈到这里 我们看 我们看下面这句话 即会之时定在会 即定之时会在定 若是此意 即是定会等学 定会等学画起来 这一段话 就是说 对 智慧的产生 必然有定力 对 定力的同时 也必然 对不对 有智慧 所以 若是此意 就是你明白定会一体 如果你真的明白定会一体 对 这个时候 你就明白说 那对 定会是同时的 而且他分量是等同的 他不但是同时 而且分量是等同 假设他分量没有等同的话 那诸位请看涅槃经 你们已经掏了 你们掏在笔记本上 涅槃经 各位看涅槃经的这一句话 偏修禅定胡德 不学智慧 明知耶语 我先讲这句话 各位 各位 很多的人 很多的人只有念佛 诵经 作禅 但是你看他 没有智慧 各位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多 他念佛 他可能是念佛 但是他不愿意看经典 他也不愿意 对不对 透过文师修 他就只有念佛 各位你看这样的人 表面上 你觉得说 他好像很稳定 但事实上 他是没有智慧的 曾经有个学生 这样跟我讲 他说 师父 我以前没有念佛的时候 我的环境还是还很灵敏 那为什么念佛 那段时间 我觉得现在好像顿顿的 照理讲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但是他讲的这个经验 我知道吗 我知道 因为我也曾经过这个样子 因为我也曾经这个样子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念佛不是叫你不要什么 学智慧 但是问题 现在很多人念佛并不学什么 并不学智慧 这样对不对 他真的并不学 你跟他讲话没有智慧 有的人 有没有 就是诵经 从年薪时代 就 就诵一本经 可能诵到年老 比如说 刚结婚的 刚结婚的时候 要生第一胎 人家跟他讲说 送普门品很好 有没有 他是从二十几岁 送普门品 送到八十岁 还是没有智慧 再来 现在的人 现在的人 由于太紧张的 压力太大了 所以每个人都在 对 推广静坐 对不对 公司 行行 也在推广什么 静坐 为什么 因为静坐可以消除疲劳 这样对不对 静坐 所以每个人 就是静坐 事实上 他就坐在那边休息 这样有没有智慧 根本没有智慧 但是 但是有时候 他又觉得做得不错 各位你看 他又觉得做得不错 为什么做得不错 因为他觉得 他有得到休息 他觉得不错 我就跟你讲说 休息 就等到躺着的时候 才去休息 对不对 你就生不起智慧 然后有的人 就这样晃一辈子 然后他以为 他有在用功 但是他没有 各位 那我们说超金就好了 我们不要讲说 你们超金 我说书法家 各位 很多书法家 有没有超佛金 有 但是有没有智慧 没有 各位 他输了 他输了 他可以坐在那里 八点钱 你要相信吗 这样定理好不好 有地位吗 没有 阿姨 你会觉得说 结果我们不知道 还会跟他赞叹 我好赞叹你 怎么样的 然后 他就以为说 这样是对 这样是对 你害死他了 你要白血也这样 他就没地位 他在操心心 他为什么 不要去了解心经呢 他在操金刚经 有没有 为什么不要去了解 金刚经呢 他一直操 一直操 一直操 你为什么不要去了解 所以有很多 学佛的 言得上是偏重在 定 但是定会得到什么 福报 你看这里就讲福德 有没有 各位 福德 定有福德 你知道吗 为什么定有福德 难得清闲 对啊 真的是难得清闲 那不是欧气 但是你不要一辈子 就死在这种状态 那你就可笑 各位不要这个样子 所以绝大部分 很多学佛的人 是掉入这个陷阱 但是掉入这个陷阱的人 对不对 他不见得是知识分子 那第二句话 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的 偏学智慧 不学禅定福德 明知曰狂 你看 好 讲起来都不懂 但是 但是狂心 没有止息 所以能力经讲说 狂心落邪 邪及菩提 你的狂心要止息啊 不然就叫狂慧 但是没有定力 这个就是 对不对 这个就是知识分子会患这个毛病 从是学术研究的会患这个毛病 各位你要知道 各位你要知道 有很多是佛学教授 对不对 你要跟他讲佛法 他讲的比你什么 更清楚 更清楚 各位有很多在家居士 他的佛法是比出家人更什么 更深入 但是他不见得有修行 那主位 那这一点 各位这一点你要去明白一下 我们常讲说信念跟理智 主位要配合 信念跟理智为什么要配合呢 如果你没有信念 你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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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愿修行 什么叫甘愿修行 你不会说 每天老实去拜佛 你可能会讲说 我拜佛的时间 我来看 我来看佛经就好 各位你会掉这个陷阱 我把拜佛的时间来看佛经 我把念佛的时间来什么 来看佛经 也就是说呢 你说他不精进吗 他也很精进 他就喜欢看 但是问题呢 对不对 他就是不肯拜佛 然后他也不肯 他也不肯一天送一部经 他也不肯 但是他 他就要 他就要看书 不然啊 就是电视打开 看法师 他就听课 他就看书 听课 看书 听课 看书 听课 失失分子 标准的毛病 就是这样 各位 你也没有患这个毛病 但是各位 但是我告诉你一个 很真实的问题 你会讲 但是你 做不到 你会写 但是你做不到 你就要去反省了 所以 我跟你讲 会讲已经不简单了 但是会讲 又会写 那就更不简单了 但是我告诉你 会讲 会写 也做不到 那个就是我 我也做不到 你那 各位 那自己要不要 要不要去察觉 问题出在哪里 要不要 有的人 不会敢 也不会写 也做不到 那 各位 去察觉 用你的智慧去察觉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障碍 各位 你有你的障碍 但是你自己 不愿意承认 然后呢 然后你也不愿意想要 你也不愿意去 忏悔你的业障 然后你一直想要说 我这样就要开悟 各位这是陷阱 各位没有人跟你讲说 你不要 你不要好地研究经典 没有人这样 对不对 各位我几个例子 给各位听 比如说你 好 比如说你今天要读六属坛经 你为什么不要送一部六属坛经之后 接着再开始研读 对 去研读六属坛经呢 各位你今天 各位你今天要去研读弥陀经 你为什么不要先拜一个小时的阿弥陀佛呢 然后拜完一个小时的阿弥陀佛完了之后 你接着再去看净土五经嘛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要做这个动作 为什么 好 我跟各位讲一个实例 憨山大师的故事 各位 憨山大师 他有一个呢 好朋友 是良师 也是义友 那一个人就叫做达官禅师 明朝士大师 就是真可这个达官 达官禅师 我真好文 改行名 那憨山大师 因为以前的那个寺庙 都是皇帝盖的 我们一般诗人不能盖 所以憨山大师 有没有 他自己是整修寺庙 所以就被别人诬陷 所以就被扁 你看 没有做官 一样被扁 就被扁到广州 所以他才有机会到 他才有机会到南华市 就是被皇帝扁 扁到广州 荒郊野外的地方 我们读六手残机 就是到岭南 有没有 就是被扁到那边 那各位 那被扁 那憨山大师不会讲说 那还你衰 他不会这样讲 他只知道那叫业障 有没有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他的因缘 然后达官禅师 就跟 憨山大师讲说 对 对 你也知道 这就是你过去的业报 对 那你何不呢 送一百步 滑滑金 对 来自己 对 忏悔自己的业障 你何不送一百步的滑滑金 来忏悔你的业障 结果他就果然接受达官禅师的建议 他就跟他的弟子拿 对 送一百步滑滑金 就在三个月之内就送完一百步 送完之后 汉山大师上台 他的弟子跟他的师父讲说 师父我们既然已经送一百步滑滑金 那师父你也为我们讲滑滑金 就汉山大师一上台 为他的弟子讲 滑滑金就开悟了 诸位 这是什么 以汉山大师的能爱 他都要送一百步滑滑金 我们现在不是 现在开始就要他开悟 哈哈哈哈 所以各位 所以我会提出这个故事给你听 就是说 对 你说你那个池位没有比你高吗 对 然后他都要送一百步滑滑金来除他的障碍 对不对 那我们呢 所以你不要拼命听课 拼命研究 然后你也想修 但是你又修不来 那就是障碍 那你要去想想看 如果去除自己的障碍 自己去做功课吧 各位 除障碍就流流失失 好 去做 对 做完了之后 你要研究经典 你就研究 不要拿只有一天到在研究 什么叫做经历 有时候 很奇怪 你就好像是有障碍 所以 理智 要跟信念结合 也不可以偏一边 各位 这是我很真诚跟各位讲 建议 你们要去做这个动作 然后才去学习 所以诸位 所以古大德有很多师傅很慈悲 有时候你要跟他学习 他一定告诉你 你先做完什么事情之后 你再来找我有没有 有 所以各位 后来你就是出家要想土地 我给你教一个祕訪 你都跟他说 你都跟他说 花言筋背起来 你再跟我出家 或是说呢 对不对 或是说花华筋送三千部 再来跟我学六祖坛筋 跟花达一样 送完三千部 对了六祖再开 各位 这些东西 不是为他铺路吗 这不叫资粮 这叫资粮嘛 你要培养一些资粮 你没有这些资粮 简单说 你都负债啦 你如果没欠什么资粮 你要怎么修行 各位 假设 各位假设我们成佛 假设我们成佛的目的地 就是圣母风 然后你现在从台湾 对不对 也没有钱 也没有任何东西 你怎么办 走到圣母风 你要欠一些 那叫资粮 自己去收 自己看 要如何欠 自己去存一点 对 那你会说 那四万里我没有障碍 我就贏粥 你放心 哈哈哈哈 好 突然说你没障碍 搁才好 不 你才好修行 对 也就是你更容易 入道 意思说你的 福德上根 比变 更好 各位 这是开玩笑的 sorry 各位郎伯伯 好 各位 那我再提醒一下 我们下个月停课一次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来 请各位合掌